我們上禮拜講到高溫乳管進行高溫的氧化過程 介紹了細晶圓的氧化 然後中文講到說高溫會讓化學反應速度變化 所以在進入高溫的之前 晶圓表面一定要清洗乾淨 清洗乾淨 並沒有任何雜質進到乳管裡面的話 整天晶圓就會光光 所以我們今天從清洗開始來介紹 那講到清洗的地方呢 我就來講到在清洗過程中 會用到的一些酸劍跟一些步驟過程 首先晶圓要進入到加熱乳管之前 一定要先經過清洗才能收進高溫乳 而在清洗的過程中呢 主要分為清的步驟 首先第一個 晶圓在一般環境晶圓 很有可能會有所謂的 Fall-up part 就是空氣中的灰塵 最後呢 掉在晶圓表面 就好像各位如果 各位的房間很久沒有回家了 很久沒有打掃進去 可能有一堆灰塵就是一樣的 因為空氣中本來就會有灰塵為例 而精緻久了 就會沐上一堆 那無塵式的工業也一樣 雷明弄弗洛爾只是什麼呢 氣泥是往下垂 盡量讓它吹掉 但不代表沒有 只是說它會把它給它吹中 而晶圓在製作 在行動的過程中 表面可能都會沾到空氣中的圍 所以清洗的第一步驟是什麼呢 清洗的第一步驟就是沖水 沖水 所以第一步驟就是用大量的水 去沖刷晶圓表面 而這些沖刷晶圓表面呢 就可以讓表面中的粒子 或者是任何可以溶解於水的污染物 盡量把它給沖刷掉 沖刷掉 而整個晶圓表面的污染物呢 主要會有粒子 就是空氣中的微粒 還有什麼呢 表面可能會有一些有機物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原生氧化層 或是表面缺陷這些東西 晶圓表面可能會有這些東西 所以一開始呢 第一步清洗達沖水 沖水可以將粒子給沖刷掉 或者是有些可以溶解於水溶液的雜質給洗掉 清洗是最基本的 清洗完之後呢 表面的 可以洗掉的微粒就先洗掉 可以溶解於水就溶解於水了 然後接著呢 晶圓表面放久了 可能會產生一個原生的化石 上一段已經差不多 內股阿塞就是什麼呢 口氣中有氧 水裡面有氧 因為你晶圓 久久放置在地獄中 或是場 放在水裡面 久了 表面可能都會被氧化 所以一步中 先把表面的原生氧化層給清洗掉 所以 人生氧化的靠什麼去除呢 清溶酸 靠清溶酸 好 走到這邊來 所以 所以 清洗 的第一步 就是沖水 而這個沖水呢 不是各位一般水頭裡面用的水 它用的水我們稱之為DIY呢 叫做什麼呢 去荔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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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除荔枝水 去除荔枝水 去荔枝水是可以經過氧氣設備產生的 它有點類似於ROE滲透的想法做出來 來 去荔枝水 所謂的去荔枝水 就是 the ionized water the ionized water the ionized water 一般如果各位從自來水場 自來水場是甚麼 接荔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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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過沉澱 經過沙巾 那一般自然界的引用水裡面還有很多的礦物質啊 還有一些金屬離子啊 鈉離子 甲離子 鈣離子 鈣離子 諸如此類的 還有一些因為殺菌所供到的濾氣諸如此類的 所以傳統自然水廠 各國一道水中打開出來的水 這個水是不能夠使用在大道理市場的 一用就毀掉了 一用就毀掉了 所以一定要把這些雜質 它全部都去除掉 變成純水 超純水 裡面沒有礦物質 沒有任何的金屬離子 諸如此類的 這叫做去離子水 那去離子水呢 基本上經營廠都會有那種 去離子水的製備機卡 看一下有沒有 一片點這樣 好不好 這裡 基本上 好 轉過來 所以 一般而言 DIY 就是DIOMIZE的WIRE 是一個純淨水 它是一個純淨水 超級純的純淨水 而它的唇部要用什麼來檢查 基本上就是測電阻 測這個水的電阻 大家知道 以前 國衆平衡上 差不多的一個問題 水倒不倒電 純的水不太倒電 不純的水 比較倒電 就好像尿 比較倒電 純水比較倒電 那一般 純淨水的組織要高達到多少呢 它高達至少 大約二十Mohm左右 電阻值非常大 電阻值非常大 大約到數十Mohm的電子距離 所以它電阻值很高 但它這麼純才可以用 那我們DIY的抽刷表面之後 接著要清洗原生感化成 所以第二部要幹嘛呢 第二部要用輕佛鑽 但是是C4的輕佛鑽 所以稱之為 DIRUTIN HF HF就是輕佛鑽 活化金 水溶液 輕佛鑽 有C4 所以簡稱叫做DHF 通常會使用 什麼呢 呃 這個輕佛鑽 的比例 如果是 就是水 加 HF 一般會使用 一千比一 的稀釋 超級稀釋 因為 原生氧化成 很容易食喝 只要有一點點佛元素 就可以食喝 所以用一千比一 就夠了 當然你也可以濃墊 一百比一也可以 就是比較浪費 你的化學能力用得越多 當然食喝速度越快 但是就是比較浪費 因為在這一部要去除的是什麼呢 這一部要去除的是 NATIVE ARC 原生的化成 NATIVE ARC 是為了去除原生的化成 NATIVE ARC 所以 一個晶圓 拿到了 大家知道 從晶圓製造艙拿到晶圓 拆通之後 你以為是最乾淨的話 例如是 它可能泡光完 或是 它表面才會有殘存的 例子 或者是 什麼呢 或者是 細的位置 然後呢 你要先經過沖刷 經過輕佛酸 把NATIVE ARC 給 泡掉 使得要露出乾淨的 細表面 接著 再來是 什麼呢 接著 輕佛酸 泡完之後 這時候呢 要再次沖水 因為表面可能會有殘存的輕佛酸 可能會有殘存的輕佛酸 而講到輕佛酸 就要特別注意到 輕佛酸 不可以用傳統的燒杯裝 因為輕佛酸的目的就是 什麼呢 輕佛酸就是會十顆二氧化系 而二氧化系就是什麼呢 玻璃 玻璃本身的主要成分就是二氧化系 所以如果你拿個燒杯 裡面裝個輕佛酸 然後呢 燒杯就會破龍 就會被溶掉 然後輕佛酸就會打出來 輕佛酸是我們在無塵寺裡面 碰到最可怕的酸鹼之群 之所以可怕是什麼呢 輕佛酸 除了會S10的S2之外 它會十顆鈣 輕佛酸會十顆鈣 哪裏蓋最多 就是各位身上的骨頭 骨頭是蓋最多的地方 輕佛酸呢 骨色 欸有沒有味噌燒我該去聞它 至少打開有沒有味噌 所以它接近骨色骨味 很有可能 在無塵寺裡面 你看到一個透明的影像 在桌上 它可能就是輕佛酸 輕佛酸可怕的地方是什麼呢 你碰到它的那一瞬間 你可能沒有感覺 如果只是輕微的 你沒有感覺 但是它會開始滲透到你皮膚下沉 然後呢 去碰到你的骨頭 幫你示顆的骨頭 所以 輕佛酸呢 又稱之為化骨水 各位在陸頂敬尾小包的影片 常常看到的東西 就是常常要毀濕滅激 把骨頭給 溶解掉了 就是用輕佛酸 所以輕佛酸在赤無塵寺裡面 非常可怕的一個酸筋 不小心碰到了 其實不管是什麼酸 只要在無塵寺裡面 碰到未知的酸 只要感覺到刺痛 或者是你不怕你碰到的 第一步動就是怎樣呢 先沖大量的水 先沖大量的水 把這些酸筋很可能的 沖刷掉或吸濕掉 接著 邊沖水 邊大便化 趕快求救 當然如果你覺得沒有人吃痛 你可以直接到陸間中心 然後呢 無塵寺裡面都會配搭一些 軟膏 或者是可以 中和這些酸品的做法 輕佛酸它會食噴感 所以你要 你碰到幸福酸藥 怎樣才可以 減低它在你的傷害 除了沖完水之後 接著就是 給它蓋給它消耗 如果它沒有找到蓋 消耗就會撥它進去 所以呢 無塵寺裡面通常都會被有 那個葡萄酸幹 葡萄酸幹 葡萄酸幹 葡萄酸幹它可能是軟膏 就是趕快塗一塗 就是讓它消耗掉葡萄酸幹 那有的是粉狀 有些物品是用的是粉狀 你要再加點水 調一調 再加 那如果是 很不幸的 你被大胺的青佛酸 滲透到裡面去的話 那就要注射了 就要注射了 來 應該會不是一般的 就是注射的東西啊 你就要搞清楚 給你注射了 所以要小心 青佛酸非常的可怕 非常的可怕 所以呢 它絕對 它不能夠用 玻璃質 撞 它到底要用什麼呢 用我們俗稱的鐵芙蓉 鐵芙蓉 鐵芙蓉 鐵芙蓉的 材料 鐵芙蓉材料的東西去撞它 所以 基本上 清洗的機械 我們稱之為 酸鹼槽 一個酸鹼槽 一個叫酸鹼槽 可麗所用到的設備 其實它是個酸鹼槽 或者說酸鹼化合 酸鹼化學槽 好 那因為裡面都是摔跟減的容易 而且它是個工作平台 裡面會有這個工作平台 裡面有很多的化學槽 先進一點的就是槽 落後一點就是燒焙 就是偏偏裝作用大容器 那比較先進一點的是 每一個都會有鼓勵熬下去的容器 那這個工作平台稱作為 私事工作平台 私事工作平台 我們就簡稱 我們就稱它為叫做Waybatch Waybatch 私事工作平台 叫做Waybatch Waybatch 寫的有點多 我們再把它 擦掉下來 所以 所以進行這種 這種私事的化學工作平台 我們就稱之為Waybatch 而這個私事的化學工作平台裡面 一般如果你用到酸件裡面 包含青火酸的話 通常就會用鐵縫的材料去打造它 而鐵縫的材料很貴 都會使用鐵縫的材料 所以 所以Waybatch的造價就會比較貴 那如果一般 你不是使用酸件物的 你是使用有機物的 通常為了便宜 有機物可能就會使用一般的鐵製平台 什麼叫鐵製平台 回家去看人家的廚房 廚房用的水槽就是 不鏽鋼有沒有 用不鏽鋼的品牌 鐵風比不鏽鋼貴太多了 所以一般的私事工作平台 在烏森室裡面有兩種 一種就是酸件用的 一種是給有機物在使用的 通常兩者會分開 通常兩者會分開 因為 有機容器如果碰到一些酸件 它反應會太劇烈 會危險 所以通常 有機物或有機容器 在處理的私事工作平台 跟酸鹼 純酸鹼 就是專門做清洗 可力使用的酸鹼 這兩個會分開 這兩個工作平台會分開 那如果你很有錢 你把那個 只要是工作平台的鐵風 才是最愛全包起來 那有時候為了省錢 有時候有機物的這個工作平台 有時候你會看到是鐵製平 或是不鏽鋼做 但是最好還是鐵鋼做是最好 鐵鋼做最好 鐵鋼做最好 而剛剛講過 我們可力的第一步 就是沖洗DIY 沖洗DIY的完之後呢 一般沖洗多久 一般會沖洗五分鐘 就是一直沖一直沖一直沖 那後來會有那個 後來會有那個 後來是直接它的水 才會注入水 然後呢沖刷 然後再把水排掉 然後再重新累積重新擠水 然後沖刷再排掉 所以它是不斷的沖水排掉水 沖水排掉水這樣子 這樣連續好幾次 大約七八次左右 五分鐘過去 把這些沖刷完的水都會排掉 它不會一直堆積在那邊 那如果是燒杯呢 如果是像學校是使用燒杯的 燒杯沒有一個洞牙排掉 它是怎樣的 就是一直沖水 然後讓它滿出來 滿出來就是排掉 就是排掉 所以呢 就會水溫都開始就沖 就會一直沖 就會一直沖 我們都不一樣 就不一樣 就沖 好沖完之後 大家講過 使用的是什麼呢 西式的氫佛酸 也就是水 加HF 大約一千米 然後呢 去吃 二氧化細 去吃 二氧化細 而我們現在最主要的目標就是 什麼呢 NATIVE 阿彩 原生氧化成 那如果今天你是一個螺片 就是 上面的話 就沒有任何突然的西晶圓的話 你會很明顯看到 細晶圓表面 Silicon Waver表面如果是乾淨 沒有阿彩的話 它基本上它是赤水性的 就是 放到水裡面拿起來 沒有水膜 你就會看到 小顆的水珠水珠 它會把它水死 它表面不會吸附水 它會很乾淨的 它裡面沒有水 它是赤水性的 但是如果你是二氧化細表面的話呢 它是清水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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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就是 你的是一顆灰火放到水裡面 拿起來 表面會有濕濕的一層水果 會有濕濕的一層水果 所以如何判斷你表面 阿彩十分光了沒 只要拿起來表面不沾水 不沾水就是 沒有二氧化細 好 所以 SICK WEAPER本身是 細的表面本身是赤水性 但是SIL-2的表面是清水性 所以我們可以藉由 WEAPER表面 沾不沾水來判斷 它是 SICK WEAPER表面是SICK還是SIL-2 然後呢 泡完這個之後呢 這個通常只要 泡個 10秒到10秒左右就掉了 接著再回來 沖DIY挖的 再沖五分鐘 沖完DIY挖的下一步呢 要幹嘛呢 DIY挖的就是把 剩餘的DHF 趕快也要搭建國 清潑算是很危險的 用完之後呢 表面如果還有殘存 或是你的氣具有殘存的清潑 一定要用水 給它沖掉 沖掉完下一步呢 是用什麼 是用 硫酸 加 酸 水 加 水 硫酸 加酸 水加 不好意思 錯了 不好意思 沒有水 就是硫酸加酸 水不可以加水 硫酸加水就完蛋了 硫酸不能加水 硫酸加酸 水 3比1 硫酸 雙кр 水 3比1 硫酸 酸 然後呢 硫酸加酸 水 記著化學容易的配法是什麼呢 化學容易的配法還記得嗎 如果不記得 基本上是這樣 先弱的 再卡 然後呢 最後再加 氧化器 氧化氣是要最後的 那像這個只有兩個 雙氧水是氧化氣 水是先硫酸 再 雙氧水 順序不可以反過來喔 順序反過來我們就要小心了 你就要小心那個髒話劇的時候 就要小心它才是太極緣的化解作用 而硫酸加雙水本身是個放熱反應 所以當你倒完牛酸還是室溫 酸水大下去 哇瞬間發熱高達120度 熊熊 如果你下面還有電油池 那個池就會降掉 就炭化掉 或是被你污染 也就怕你好 這會放熱反應 它會瞬間發熱到120度 那一般我們要求 操作溫度大約80度就可以了 但是這個如果是配新的 配新的就是125度 刷 洗最乾淨 越最熱 化學還會最強硬 油酸加酸水的目的是什麼呢 它有兩個目的 第一個它要去除 去除有機物 因為有機物會怕硫酸 要做硫酸加酸水 因為它有很長的氧化能力 所謂的有機物就是有很多的碳氫漸解 而不論是碳漸解 或是氫漸解 很容易跟氧結合 然後溶解在水裡面 流酸有很強的去除有機物的能力 第二個還可以去除什麼呢 大部分的金屬 或是金屬離子 都可以跟硫酸化物 這叫做硫酸跟硫酸結合 變成水螺蜜 所以它可以去除許多的硫酸 它可以去除許多硫酸 但是有少部分的金屬不怕硫酸 但是我們在路程式裡 可能要大部分金屬不怕 通常我們外包製程當中 比較不怕金屬的 最主要只有誰啊 只有TMP 那它的氮化物也不怕 還有什麼呢 一些金屬細化物也比較不怕 但是不怕不代表會被塑膠 金屬細化物還是很容易被氧化 所以基本上 絕大部分都會怕硫酸 所以用硫酸可以去除有機物 那通常就泡 泡多久呢 泡10分鐘 泡10分鐘 這種酸就會拿泡10分鐘 那這10分鐘呢 裡面會一直有R77 就好像平常一樣 所以這個水流流酸是一直在 一直在流透式的 這樣子 一起去作用 那 那 硫酸加酸水這個 容易我們簡稱叫做 SPM 硫酸加酸水這個的成分 我稱之為SPM 那SPM是去除有機物 也可以去除金屬 去除一部分的金屬 去除完之後呢 或者不免俗的 拿起來之後 要趕快的再去泡水 再把沒有反應完的 或者是表面還 還留著SPM 趕快去除掉 一樣沖水五分鐘 把那些SPM一洗完後拿去除 而這時候你的金屬表面 又深沉了一層氧化成 因為酸溶水是一個很強的氧化劑 所以 當你在泡這個溶液去除有機物 去除金屬的時候呢 你表面又深沉了一層氧化成 這層氧化成是因為酸溶水裡面的氧度性很高 它會跟你的吸金屬表面的氧化 那這個阿傘我們就稱之為 chemical阿傘 這時候會深沉 所謂的化學的化成 因為它是化學容器 泡下去之後所產生的 我們稱之為 chemical阿傘 這邊拍得到嗎 就稱之為chemical阿傘 所以表面又開始沾水了 所以在去除去除水之後表面又沾水 又開始沾水了 但是沒有關係 然後呢 去除完之後呢 下一步 下一步 開始要不要泡什麼呢 泡安水 NH4 OH 加上H2O2 加上H2O 這個安水 這個配方呢 蠻多種的 常看到的是什麼呢 常看到的可能有1比1比5 那也有可能是1比2比7 好 這兩個濃度差在哪裡 你會知道這兩個濃度都是這樣呢 碎的 比例變多了 換言之 換言之 再有什麼呢 阿摩米亞的濃度越淡 目前的 度極點的10次驚喜呢 這一步都是盡量的 我們講阿摩米亞的濃度 調淡 調淡 為什麼呢 這一步的目的是什麼 這一步的目的是什麼 這一步的目的是去除離子 去除Polyc 而它去除Polyc 用的機制是什麼 它是使用刷氧水 將你晶圓表面 晶圓最表面的性給氧化完 同時呢 如果今天 如果今天 你有個顆粒在這裡 你這裡有一顆粒子 是Polyc 然後呢 泡這個容易之後呢 它會將表面給氧化完 吸了兩邊給氧化 氧化完之後呢 阿摩米亞會去10顆之類 會10顆氧化層 但是今天這整個就是怎樣呢 就是氧化10顆 氧化10顆 所以這一步呢 它會消耗血 因為它會氧化出氧化層之後呢 然後又10顆掉氧化層 而這個Polyc的下面是 應該也會被氧化 被氧化完之後呢 阿摩米亞 阿摩米亞會去做 而且再去10顆這個氧化層 在10顆的過程中呢 它又會把它 有靜電的作用 把它給氧化斥掉 有刺力 將這個粒子呢 給移除表面 好 我找看看有沒有這個 給各位賣一下 這個 刷量水會氧化金融表 氧化金融表面 氧化金融表面 金融表面 而被它製作的地方 一氧化為靠下去 盡量化成像個液氧化 咬化完之後呢 再用氨水 氨水會10顆掉這氧化層 那在10顆的過程呢 它就會 它就讓表面10顆掉 讓製成化點下令的東西 被10顆掉水通之後呢 然後呢 再加上會有很多的OH件 這OH件就會吸附在表面 以及吸附在哪裡呢 這個胖口的表面 然後呢 再利用晶電排斥作用力 會把OH組跟OH組之間 會有刺力給排斥掉 所以呢 它就可以被移除 它就可以被移除 所以 NH組做OH 可以去除表面的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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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NH組做OH 那再回到這邊來 好 來 所以 這一步驟呢 基本上 基本上也在85度星左右 在這四方下操作 然後呢 剛剛講過 因為它的步驟 會氧化系 變成二氧化系 然後又在10顆部分的二氧化系 所以它會導致 系的表面被消耗掉 系原則被消耗掉 那因為它會10顆系 而系的表面 就不同的金剛 它10顆速度不同 導致過它的10顆速度 太快化 表面會被吃得坑坑巴巴的 坑坑巴巴的 因為表面如果不平 不平滑 做出的圍體就會 特性就會不好 所以現在都怎麼做呢 這一步呢都想辦法把 NH4H的濃度 調價 使得不要讓它太適合 跟新晶圓表面 除了把溫度調降 還有找把溫度調降到可能只有75度C 或者是70度C 就是減少這一步的滑雪反應 造成你的新晶圓的Roughness 而這一步呢 我們通常都稱之為 標準清洗步驟訊 Step-down-01 簡稱SC1 這一步驟通常叫做SC1 硫酸叫做SPM NH4OH叫做SC1 而它的主要目的是去除汗 所以 阿布尼亞去除完之後呢 下一步 來 再講下一步之前再回答 所以在這一步你看有三個 液體要抓 先從酸鹼度最低的開始抓 所以這三個裡面誰的酸鹼度最低 水 所以凡是這個容量裡面有水的 水都要寫好不好 然後再來是什麼呢 弱酸弱鹼 再來強酸強鹼 然後氧化是最後 那這裡不就只有三下 弱酸弱鹼最弱的就是水 而氧化氣高到最後 所以先後順勢是什麼 先裝水 再注入 阿姆尼亞 最後再放 涮水 然後 升溫 因為它本身不會放到滿地 室溫的底加在整個室溫 你要把它放在加熱器 加熱到七八十度之後 再開始清潔製成 那泡完之後呢 一樣每一個酸鹼結束之後 不要忘了都要再回去 沖滴按挖個五分鐘 要把剩餘的酸給清洗掉 回環你 乾淨的表面 然後接著呢 第八目 要靠 HCL 加H2O2 加H2O 加H2O 用這個 這個好像是EB1比6 看一下 我記得是EB1比6 好 以前這些 我閉著眼睛 都被 把它寫出來 被寫完 但是現在進入到 高科技的地步 是什麼高科技的地步呢 以前我跟上學生的時候 那時候 那時候無神師的環境 沒有什麼先寄 就是 你各種酸 就是真的要拿燒杯 然後自己拿酸 一桶酸拿起來 然後呢 慢慢倒慢慢倒 然後都會寄下來 那兩杯刻度要多少 都會寄得出 但是現在呢 先進入機台是誰啊 它是電子化啊 它的理由就寫在裡面了 你只要按說 我要XC1 按下去 它自然就會先後順序 就幫你 自動化的 就不進來 就不進來 它是自動 而且會有線後順序的 慢慢點點點 它自動就把酸灌進去 然後就水灌進去 酸灌進去 雙水灌進去 喔 就好了 現在是自動化到 你知道 那 RESP1 跟 你根本不用背 你根本不用背 你知道什麼 RESP1就是 如果要請寫的XC1 就可以了 所以 久而久之這些 幾乎都沒有在背 因為其海端已經全部自動化 就好像去 有些做料有沒有 有些 烤麵包機 或是有些烤箱已經自動化 RESP1 像一樣 子彈就會隨著時間 再改變 好像做比賽 好 1比1比6 然後 一樣 大約加熱到85度C左右 這一步 這一步 這一步是幹嘛呢 這一步 HCL就是我們所謂的 鹽酸 那 這個容力呢 HCL加X多度加水 這個我們稱之為 SC固 標準清晰2 State-uply-2 那這一步驟主要是利用什麼 主要是使用這個綠粒子 綠粒去跟什麼呢 去跟金屬離子 產生反應 形成一些金屬錯誤物 然後呢 把它冷卻在水裡面 所以HCL這一步呢 主要是去除金屬離子 去除金屬離子 把它給 把金屬這些什麼 金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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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熄一下 一樣進行Plus Weihnüsseuse vent 好 那HCL結束之後呢 接著 它是去除我們的金屬離子 金屬 離子去除完之後 9目 來 鴨 先問各位 akaenario音量眼� portions 然後 鮮水 再HCL 再雙水 只要有硬幣有雙水的雙水就最後在家裡 洗完它之後呢 一樣按照我今天說法 還要再沖DIY呢 把剩餘的全部泡妙 把多餘的HCL、HC1全部洗掉 變得乾淨的表面 好 這時候呢 我們剛剛講過 SPM裡面有酸氧水 Arbonnea也有酸氧水 HCL 融合於HC2裡面也有酸氧水 所以在整個過程中 洗精緣表面都處於一種 被chemical acid 包覆的狀態下 表面一直有chemical acid 因為一直有槍牙花旗 所以 在清洗完這 SPM、Arbonnea、HCL 這三種能力之後呢 最後一步 再把旁邊的chemical acid 給去除掉 要用什麼 我們前面講過 溶液裡面要去除 acid 最好的就是C4的青活酸 所以馬上再回過多來 C4的青活酸 看哪句話 就可以把皮膚都阿載去除掉 把皮膚都阿載去除掉之後 去沖水 再去沖水 沖完水之後呢 就會是完全把所有污染物都去除掉 有機物去除掉 金屬磷子去除掉 好 趴裡頭可以去除掉 後 露出乾淨的細晶圓表面 後 拿去旋端 拿去旋端 就是所謂洗衣服中的脫水動作 就是旋轉 把所有多餘的水分全部用旋轉的 利用離心力把它甩開 這樣 就完成了整個清洗步驟 所以整個清洗步驟這樣寫下來 12步 一片機緣拿來 表面有什麼髒東西不知道 反正早之後也看不到了 第一步 沖水 沖水5分鐘 沖完水5分鐘之後呢 泡THF 泡個20秒左右 泡20秒拿起來 再去沖水5分鐘 沖完水5分鐘之後 列球是去除內部發財 沖完水把列球泡完之後呢 泡SPM SPM主要是去除 有機物 去除金屬粒子 甚至去除金屬材料 跟泡物的東西 去除完之後呢 沖水 把SPM給 去除掉 沖完水之後呢 SC1 SC1 是去除排泥 是去除排泥 SC1完之後呢 再沖水 然後呢 再進入SC2 SC2 是去除金屬粒子的 去除完之後呢 再 沖水 沖水完之後呢 最後使用THF 把CAMDRA再泡掉 泡完之後再沖水 再選單 這樣子完成一套 標準的 RCA合理 裡面包含了 用到的酸點有什麼 有輕膜酸 有SEM 有SC1 有SC1 有SC2 來 請問各位 做完一套 RCA合理 大概錄一下 花多少時間 要多久 如果各位非常的快 手速的快 一步一步的快 一步一步的快 花多久 幾分鐘 五分鐘 二十秒 送他 拿起來 五分 二十秒 拿起來 再泡五分鐘 看幾分鐘 十分 二十秒 聽著 十分 再來 泡幾分鐘 十分鐘 每一道 SDA 171 十分鐘 這樣就多少 二十分鐘 再加一次五分鐘 多少 二十五了吧 是不是 五十 二十 二十五 再加十分鐘 三十五 三十五完之後 泡水五分鐘 四十 再泡 十分鐘 五十 五十 五十完 再泡水 五十五 再泡二十秒 五十五分 四十秒 再 再泡水 六十分鐘 四十秒 再水乾 所以你看 來坐一套下 中間完全不停接 至少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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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這一邊當中 齁 接著就要講一些 五十三張 什麼 一個小時 好久 那 有些人 齁 為了實驗 要快 請問 如果我問你 你要省略步驟 你會省略哪一步驟 今天如果你想偷懶一下 省略其中的步驟 你會想要省略哪一個 或者是 哪一個 絕對不能省略 齁 輕活酸是不可能的嘛 因為 這裏面當中 只有到輕活酸 可以把整個 內巴掌 給巴掌剝掉 而且輕活酸 才佔二十秒而已 二十秒 你都 不願意了 你怎麼辦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 請問 這三種酸鹼 你會看到 它可以去除有金屬 又可以去除沒頭 它去除的是 可以 這是去除 沒頭牌 可是 剛剛講過 它也可以去除 金屬 對不對 看起來 流算的重要 就比它還要 高 一點點 再加上 NH或 它去除 它的 其實用的是什麼 性經緣表面先氧化 再死 了嗎 那我這一波 會不會氧化 性經緣表面 也會嘛 那我在抗氣磨酸的時候 是也會死 可能的步驟也會有 它只是少 OH件人 負了排斥力而已 但是它大部分 八成的 不能它也都有 對不對 所以呢 根據理性的思考 如果今天趕時間 那我至少也要做 HPM 那我至少也要做 洗個硫酸 泡個DHM 欸 它至少已經完成我 這 它RCE可憐當中 有八成的心情水準了 我自己感覺它 應該有八成 到九成左右了 再加上這裡的學校 你多吸這兩包 會比較乾淨嗎 很難說 很難說 這都被乾淨了 多泡一次 也都會弄起來 萬一這什麼髒髒的 前一個人 沒有辦法乾淨怎麼辦 因爲什麼呢 因爲這些酸鹼 如果是管一頭的實驗室 它可能 一天才換算一次 而換算是 早上來 那時候才換 之後一整天 都是使用別的 一直用過 它已經痛過不多次了 而且你在使用這些酸鹼的時候 你還要省溫 比如說我今天要來做實驗 我要來做SC1 就一看 這個水槽 因爲你用 沙熱油管了 已經過很久時間了 因爲你只要用完 你只要把水槽都能關掉 怕加熱器就會停掉 容易就會 回到室溫 你要再用 你就要再重新加熱 那就像排水一樣 各位要泡麵 最麻煩的是什麼 要先燒水 對不對 阿如果有個熱水機 就這方面了 對不對 就是這樣 就要燒水 那就要等很久 但是 如果是這一道呢 如果今天是這一道 我看到還是室溫 通常 我剛剛講過 它是放熱子神 你有兩種步驟 第一個 我直接再祝福H2O 我只要祝福H2O下去 它就會放熱 它就會升溫 但是你的濃度就會 因為 比較淡定 那第二 第二 第二的做法 是比較多的做法是什麼 直接 室溫 我直接把這種酸給你砍掉 因為 要排酸 必須要溫度多滴成的盤 不然會傷害 你 比如說這個 再做完這才是把酸 你這種排酸 就會傷害到你的管線 所以一般要排酸 叫做室溫 所以這兩個 就像它是室溫 調換酸 你把它排掉 再重新注入吸的酸 你還是要加溫嗎 這樣就要花時間 但是這個把酸排掉之後 酸注入完的那一瞬間 就一百二十溫 所以它是速度最快最好的 所以無論如何 不要神為這一步 兩星建議這一步 抵得上千軍萬馬 這一步又方便又快 好 微浪杯子是流酸 流酸 這時候如果各位請問一桶酸多少錢 哪個概念 一桶流酸多少錢 各位知不知道一盒晶圓多少錢 一盒晶圓多少錢 一盒四吋晶圓 好了大約要 五六吧 一片 那一盒有二十四片 所以加起來就是 一萬多塊 六吋晶圓一片多少錢 好一點要八九百塊 要九百多 一片多少錢 兩萬多 一盒二十一片吧 兩萬多塊 一瓶酸掛錢 幾百塊 所以有時候你就覺得 我酸早一出問題 我怎麼會回掉 我直接排到珠穆心的酸 他的成本還不及我一片晶圓的成本壓 所以行為想 只要我實驗成功 這點浪費 總比實驗重來一次 要便宜啊 所以清晰務必要做全 你如果拖完 或者是用到乾淨的 那就 那你的成本就大多了 何況清洗步驟是不斷的要有 清洗會經過好幾次清洗 只要行中原步驟清洗出問題 你的原件可能就失敗了 可能就失敗了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清洗步驟 所以這個就是整個清洗步驟 而這單重你會看到 光是水就沖了多久 5 10 15 20 25 30 這30分鐘水是一直咕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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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不斷喔 不像這個酸鹼配好之後就翻了 所以就知道清原差每一次清洗 30分鐘 不間斷的水流 就過去了 何況它一直不斷的 有許多的著名 你只要有加入這種 或是要進機台之前 它要去機台做實驗之前 很多都需要一些沖水 比較乾淨 你就知道清原廠有多麼 需要水 所以 一旦台灣缺水 對清原廠而言 就是很大的災難 所以清原廠 絕對不能夠缺水缺電 因為它的機台是24小時的red walk 所以它絕對需要電 所以曾經有人講說 台積電一個三耐滴或是五耐滴的機能量 它自己就需要一個小型八點長的電量 因為它太耗電了 但它賺的太多了 對不對 那怎麼辦 台灣電不夠怎麼辦 不管台灣電是夠 我們政府說電是夠 所以有電 現在有電 開掉太新的情況有沒有 再說 那你改了再說 那現在正在蓋 三耐滴的 的精原廠 然後再來就是水 所以呢 精原公司 精原製造公司 應該說 精原專工公司 海經電電視線廠 都會跟一些 一些水公司合作 一旦缺水了 它已可去跟人家買水 整個灌水車 就直接從人家工廠再放過來 它不能缺水 它已可原都沒水喝 精原都不可以沒水好 對啊 那個工程是可以水喝喝的 但是精原不能喝喝 不可以啊 精原已經需要最乾淨的水 以前這張學生就發生過什麼 有學生在工程師裡面自己帶水 裝水回去喝 但是這個水 是沒有任何營養價值的水 它就是純粹的H2O 裡面沒有礦物質 沒有維生素 沒有什麼 阿林大 所以它真的只是補充水分 但沒有任何養分 所以基本上 人去喝這種水 當然沒有壞處啦 但也不會有什麼好處啦 所以 以前我在大學的時候 真的有人 拿DIY在喝 其實不太曉得大家想什麼事情 好這邊休息一下